今早早上加拿大公布最新的就業報告 三月份就業人數升了萬八人 主要是來自兼職的領域 而且也把全部的全職工作流失抵消了 現在由09年7月份開始 加拿大的就業人數一直都有所增加 中共增加了176,000職位 而失業率今次就仍然維持在8.2% 平均每小時的工資比起上年同期也升了2.2% 而至於我們的安省就業人數很慶幸 剛剛也升了1萬人 我用全國的數據來講 原本這個數據 今日專家說它可能會上升到33,000份工 但實際出到17,900已經比預期低了 最主要原因是甚麼呢 增長的工最多是在加拿大中保安省 那些生產行業和建築行業做得好 所以請多些工人 但大家都知道自從2月份奧林匹克結束之後 BC省那裏有一部份的工沒有了 所以變成平均改變上了17,900份工 不過有個好消息是甚麼呢 就是private sector那裏的新工製造出來 多了4萬4千份 這也是好消息 大家要記住是甚麼呢 最近因為加幣太強盛 你別想它每個月有這麼強的增長數字 如果它起了一段時間 如果真正加拿大的工作要大增 可能要等多一兩年後 等到譬如阿比爾特省那裏的產油業 就是油沙那裏再多新的基建 開始建築更多的建築 那些請人就會多很多 今次都是個好的數據 因為它正是個好數據 我們留意以後可看加拿大的經濟會 progress Nanson,你剛提到交幣上升 所以可能就業數據比較弱 其實第一個想法 就是出口行業可能第一個會受阻 因為相對地 家國的商品會比較貴 面對出口方面 就少了競爭力 還有哪些行業會大受打擊 如果交幣上升 因為你很多export的東西 凡是加拿大賣東西給人 如果你的貨幣高 你的競爭成本就貴 我給一個很簡單的行業 例如造紙、木材的行業 在加拿大的木材生長 因為天氣冷 已經比美國南部的樹 已經慢了 人家用一年的增長 我們要三年才增長 再加上加幣貴的 我們賣一些下去下面 變成更貴 那些就受影響了 變相製造行業可能會得到最大的打擊 沒錯 再來分享另一宗新聞 昨天出來 就是安省政府決定削減非專利藥物銷售的償還率 我們加拿大最大的藥品零售企業 Shopping Drug Mark 昨天的股票就立即大跌近10個百分點 而這些非專利處方藥 即是我們很多時候都會用到的 例如止痛藥、感冒藥等等 全部都是不需要經醫生配方 也是最多人買的藥物 現在政府將這些藥物的補償費用 由55%降低到25% 現時預計將會令到整個藥物零售行業的收入 減低10億家元 而Shoppers已經決定將會開少些新店 以及請少些員工去減少自己店的開支 所以如果各界有子女在讀減藥 大家要小心這行不是那麼好的 其實這個法治的趨向大家心裡有數 因為如果你看我一直有跟開美國大藥房 例如Pfizer和Merck 你都知道每個人已經開始跟藥房 政府跟藥房怎樣談判 怎樣壓低藥物費用 這是Healthcare的最主要expans 安大陸省說它這次壓低成本 令安省每年可以省5億元的開支 但你減低5億元就是安政府一部份 但藥房就說對加拿大的藥房 每年的收益會影響到1 billion 即10億元 現在Shoppers drugmark 又超過1千多間藥房 across the country 它是否立即要裁員 減開支 變成很多間原本不是有十分多錢賺的 可能要倒閉 變成影響他們相當大 昨天我見到例如RBC的analyst 已經降低了它對這類股票的評級 現在大家要留意著藥房 政府會否有讓步 如果政府不讓步 這些股票我想要不久的將來 不要碰它 等它跌定了才可以考慮可不可以 再說去呢 都要說岸江省政府想減少自己的支出 或者說增加稅收方面 令到自己可以赤字平衡 所以都沒有理過Shoppers 無論它真的收入 但是減10億也好 自己可以省下5億的支出也好 怎樣計落盤數呢 它依然都要執行這個措施 現在的問題就不是安省做第一步 其他的省份會跟隨的 現在我們知道最近美國有保健方案 美國政府一樣做這些事情 在這樣的情形下 大家變成 我現在不只是說Shoppers Drug Mark 所有大的Farmers 剛才所說的Vicer和Merck 大家都要很小心投資這類股票 今年第一季的盈利季節 下個星期就會展開 今天帶來一個preview給大家 一如以往Alcoa 將會率先公佈它的業績 現在預期由去年蝕59 升到每股利用11尾 星期二有Intel 由去年11尾 升到38尾 另外星期三有JP Morgan 另外就有Yum 即是開設很多快餐連鎖店的公司 即是KFC那些 說明星期四有AMD和Google 星期五就是Bank of America和General Electric 記住我不夠答 就算這些公司出好的業績 我不相信那些股票會上去哪裏 那理由是為何 你看最近的市場上升 已經反映了很多利好的消息 我再看之前第三、第四、兩季前 那兩季出的業績 當公司出的業績好 那些股票沒有反映 完全沒有反映 那我不知道今次會不會也是這樣 那我們要看下個星期 那些業績是怎樣 如果除非它真的好得好交關 那我才見到有些股票 是認為很多公司在出業績之前 都會給一些盈利預期 即是盈利預期 那有時候他們就故意調低自己的盈利預期 令到之後公佈業績可以打破自己的預期 是否真的有這回事呢 那投資社會是怎樣處理它呢 Apple最佳例子就是Apple最喜歡做這些事情 但如果你家公司就有慣性地做這些事情 其實市場是不會有任何反應的 這個時間我們先休息一會 廣告回來之後會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另一宗合併新聞 就是美國聯合航空 以及美國航空之間的合併談判 廣告回來之後再見